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是Linux的这个作业系统 那我们不是讲它的使用 而是讲它的设计方式 那Linux我们把它分成行程管理 记忆体管理和档案输出路来看 那各位一定会想为什么没有使用者界面 基本上Linux的使用者界面是命令列的 那个后面的视窗是别人加上去的 所以它核心部分只处理到这里 那1990年的时候 Linux Tovas他在芬兰赫尔兴基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希望在IPMPC上面 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脑的前身 那做出类似UNIX的一种一个作业系统 那他参考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就是安德鲁S10的榜的MINUS系统 后来呢因为这MINUS系统大致上只有1万多行而已 那后来他决定干脆用耿路工具全面改写 那所以就拿了那个等路工具主要是那个Richard Stolman 所开发出来的那些工具 那全面改写然后就发展出一个全新的作业系统 那后来就被叫做Linux 其实这个Linux是他当初资料夹的名称 那Linux的系统架构大概分成几层 和硬体层、核心层、韩式库层和使用者层次 那硬体层是驱动层次所组成的 那核心层就是作业系统核心 那韩式库层当然就很多人的韩式库 那也用了像GLIBC就是那个吸引员的标准韩式库 那但是是耿路版的 那还有使用者层次层就一般的应用层次 那所以Linux的基本架构大概像这样 第一个是驱动层次 再来是硬体模组界面 硬体模组界面一直到上面系统呼叫界面 中间这一块通通都是核心层 这也就是TOFAS写的那一部分 那在上面是韩式库层 就每个人都可以写的 在上面是使用者层次层 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写的 好Linux的行程管理最主要的函数叫Folk 它可以分叉出一个新行程 那这个Folk是Linux产生新行程的唯一方法 所以它Folk完之后呢 可以用ESECVP把这个新行程换成另外一个程式 所以你的程式还可以变身 就是透过这样 那另外一种Linux里面也有提供的 跟行程管理有关的韩式库是P-Thread 这其实是Gnu写的线程韩式库 那你可以用P-Thread的Create 去建立一个新的实行序 新的线程 然后再用Sleep去暂停这个Thread 好所以像这里是一个例子喔 它用Folk去载入一个新的行程式喔 那这个叫Spong 那就是它先Folk Folk完之后用ESECVP呢 把那个程式整个取代掉 换成另外一个程式喔 所以这个就有那个升出新程式的 那升出什么新程式 升出这个参数所指定的那个程式 然后传呢 这些参数给它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Spong这个函数呼叫 去建出一个新的程式 这个程式其实我们呼叫它LS 就是呼叫列印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 当我执行这个Folk的时候 它主程式已经停了 主程式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它却产生一个新的指行程 这指行程会帮你 列印出目前的资料夹 OK 列印出ETC的资料夹 不是目前的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你可以利用Pthread来建立 新行程 新的执行 新的线程 新的执行序 那像这里有一个PrintGeorge 这个PrintMerry 然后呢 PrintGeorge会不断的印George 然后停 印的George又停 然后PrintMerry呢 又不断的印Mary 然后停 但是印George完之后 停 停一单位时间 就是一秒 那印完Mary之后呢 停两秒 那最后的结果 那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说 我建立 就是宣告两个Thread 然后呢 建立第一个George这个Thread 第二个建立Mary这个Thread 最后呢 我组程式必须要挂住 挂住 让他自己呢 也印 然后停 那事实上这样子就有三个线程在执行 三个Thread在执行 第一个是George 第二个是Mary 第三个是他自己 好 那当这三个线程在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George印George Mary印Mary 然后组程式印这个 分割好 然后你会发现 大致上George出现大概两次之后 才会出现一次Mary 为什么 因为这边Sleep1 这边Sleep2 OK 好 那这边呢 也是Sleep1 所以George出现一次之后 大约就会印出一条线 好 那Linux呢 刚刚讲的是行程管理的一些程式设计 和它的机制 那接下来要看的是记忆体管理 好 Linux原本一开始就是在X86上面去执行去设计的 所以它使用的设计方式是MMU单元原本是用那个X86的 那X86的是用分段式分页的方式 那这边呢 X86有两个非常特殊的指令 是载入分段表LDT 然后就是 就是这个不是指令 这个是分段表 就是区域分段表和全域分段表 那有对应的指令可以载入它 那LDT分段表叫做Local Discrete Table 就是区域的描述表 这其实就是那个刚刚所看到的理论上的那种分段式分页表 那GDT也是分段式分页表 那X86的记忆体管理比较弹性 它可以使用好几种可能的组合 第一种是纯粹分段 第二种是单层分页式分段 第三种是双层分页式分段 那它的逻辑位置呢 经过这种MMU分段的管理机制 会被映射到线性位置之后再映射到真实位置 所以总共有两段映射 第一段映射是透过分段单元去映射 变成线性位置 第二段映射是经过分页单元去映射 变成真实位置 那这是它的分段模式 这边总共有 有32加16 就48个bit 这48个bit呢 会指向它的分段表 然后呢 再告诉你怎么样做位置的转换 好 那这是选择器 这是位移的部分 这S呢 就是分段的代号 好 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子去 去映射到真正的段落 记忆体段落 好 那X86的分页模式是这样 就是它用目录代号 然后再分页代号 在页内位移 去定到真正一个4kb 或者是4nb的分页表 好 好 那这边呢 是 X86使用分段分页的时候这样做 指令经过分段单元 然后呢 它会映射到分段表 然后加D 这个D呢 还可以再继续映射 继续映射 然后可能会映射到4kb的 或映射到4nb的 映射到4kb的就是两段的分页表 映射到4nb的是只有一段的分页表 好 那这个各位听可能不是很清楚 各位上座位系统的时候 应该会更详细的讲这一段 好 所以X86其实 大部分像Linux 它就使用分段加两层分页 那所以每个页框大小为4kb 就是上面这边所说的这一个模式 4kb的这种模式 好 那这个区域描述表 它指向使用者形成 全域描述表呢 是作为系统本身用 那所以它有全域描述表 这个作为系统用的 然后区域描述表呢 是当你载入新形成的时候 就是要去换掉这个区域描述表 好 那所以每一个行程呢 都可能会被 被这个区域被载入 所以载入的时候 它就会映射到某个区域描述表 另外呢 Linux它使用一个叫做Buddy的夜框分配系统 那这是在分配那个 到底要分配多大记忆体 然后怎么分割的时候用 那它叫对偶式的记忆体管理方式 Buddy System 那这种方式呢 是先把夜框分成十种大小 有一个sector 就是一个区块的 有两个区块的 有四个区块 八个区块 那一直到512个区块这样 那每次分割的时候呢 它会分割成足够大小的区块给那一个 剩下的呢 就把它再归入 归入另一个大小的区块 那所以如果一个 32个夜框的区块的起始位置 它一定是32乘以4KB的倍数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区块是4KB 至少是4KB 大小唯一的区块就是4KB 好 那它的方式呢 会真正在Linux里面 它用一个叫Free Area 10的阵列 为什么是10呢 因为1到512 512就是2的 这个是2的0次方 一直到2的9次方 总共10种 所以是10 好 那它会用对应的位元映射图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位元映射图 来记录区块的配置状况 那当有分页需求的时候 Linux会找出 大小足够的最小区块 去分配给它 那夜框被释放的时候呢 Booty Linux里面的Booty系统 也会检查 它兄弟夜框是不是可以合并 如果可以合并 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块 稍等一下 那 所以如果要用13个夜框的话呢 那Linux会 取出大小为16的 因为没有13这种单位 它是2的四方 所以呢 会取16的给它 那如果是虚 大小16的已经没有了 那它就取32的 把它切成2块16的 再分配一块给它 另外一个使用到的 小量记忆体的时候 像美Lock来述所使用 它用的是slab配置器 它也不是真正配置 刚好那么大 它是用物件的方式去配置 那 比如说你要30个byte 那slab会向Booty系统 总要求一个分页大小是4k 然后呢 把这个配置呢 平均每个30个byte 配置成平均每个都是30个byte 那下次你如果要30个byte的 以下的空间的话 它就从这个30的分给你 这样才不会一直在记太多的那种 一个byte一个byte的资讯 会很麻烦 那Linux的档案的基本概念是 它的路径是用反斜线 那这是档案的路径 这是目录的路径 那档案里面呢 的内容当然就是 就是可能我是文字党 可能是二进卫党 那它的属性Linux的每个档案 都有它的管理权限属性 这属性是三个一组的 RWS R代表可读 W代表可写 S代表可执行 那它总共有三个群组 一个是拥有者 一个是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 那还有管理者 所以有三个群组 那每个群组都有不同的读写 应该是拥有者 还有群组 同一群组的人 还有一般使用者 那有不同的权限 那Linux档案的第一层 档案系统的第一层目录 这个在做迁入式系统 就是现在做比较高级的 Linux迁入式系统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认识这些目录 那BIN通常是放二进位可执行档 DEV通常是装置 所以如果今天是那个硬碟的话 就会挂在DEV里面 像HDA 是DEV HDA 那ETC 是放一些系统管理配置档 那HOME 是放每一个使用者的 子资料夹 像如果我有一个使用者叫CCC 那他就会HOME底下有一个CCC的资料夹 OK 那LIB 是放函事库 SBIN 是系统的一些管理程式 TMP 是暂存档 ROOT 是系统的根目录 通常系统管理员才可以使用它 MNT 是Mount 你可以把另外挂载上去的那些 那些装置挂载在MNT里面 那PROC 是 Process 是一个虚拟的目录 这代表行程 那它是整个记忆体空间的映射区 所以它把记忆体也当成档案挂上去 这是很特别 那另外VAR是储存各种日字档 就杂像 User 是储存 所有使用者程式都放在User底下 OK 像User SRC 里面就放了Linux的原始核心程式 User BIN 就放开发工具 像Java C Java GCC Pearl 这些 好 那另外 磁碟分割 因为一个磁碟现在动不动就是 就是 500 500G 的 或者是一梯的 这很大 所以 你通常还可以再继续分割下去 好 那分割成小一点 像Windows 就会分割成C槽 D槽 E槽 这样下去 那A槽 B槽通常是留给软碟的 那Linux 那Linux呢 是分割 你可以分割成 一颗磁碟也可以再分割成两颗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HDA1 HDA2 那第二颗硬碟呢 就HDAB1 HDAB2 这样 OK 那软碟呢 就SDA S就是软碟 Soft Soft Disk 那你可以用Mount 把一个外部的硬碟 比如说 USB的 挂载到那个Linux里面 那 所以你就可以Mount T ESD2 DEV HDA3 MNT 这样子 它会把 ESD2格式的硬碟分割区 挂到 HDA3 这一颗 这一个资料夹底下 那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Mount T ISO96600 然后 这个是把光碟 因为ISO9600 是光碟的格式 它把光碟呢 挂载到 DV CD-ROM 底下 那这样就可以把光碟挂载到Linux 那你也可以用Mount 把那个已经挂载的光碟移除掉 那 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Linux都是指令导向 Windows都是使用者界面导向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最后你会发现Linux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指令做 Windows里面你有时候要用指令做 都不知道那个指令是什么 因为有些天生就是 天生就是 视窗程式 你很难用指令去护叫 它里面的细部操作 好 好 那 UNIX和Linux里面的档案 这个是我之前 之前用那个 其实这个不是真正Linux 这是用Cycwin做出来 Cycwin是模仿Linux的一个环境 但是它是安装在Windows底下的一个应用程式 好 那Linux呢 里面 档案相关的系统 有Open,Read,Write,Lseq,State,OpenDIR,ReadDIR很多 那有档案类的 有属性类的 有目录类的 好 那它的输出录系统 Linux的硬体装置可以 输出录装置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区块式的 一种是资源式的 一种是网络式的 那区块式的通常像硬碟软碟 那资源式的像滑鼠键盘 网络式的就是像网卡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映射到HDA1 SDA1这种通常都是区块式的 TTY这个是资源式的 因为它是指你的键盘的那个 那个装置 那你可以用开档的方式去开这种档案 结果呢 你会发现你开这个它就读取硬碟 开这个就读取软碟 好那Linux的驱动程式写法 这个就太深入了 基本上应该还先不用讲 不过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最简单写的驱动程式资源类的 像滑鼠键盘这些的 那它可以用OpenRead和IOCTL IOCTL就是设定一些控制参数 那它必须要用注册和反向呼叫的机制来挂载你的驱动程式 好所以 这一章很长喔 结语有行程管理行程执行序切换排程方法 我们又讲到这些 同步有竞争情况锁定止结 这些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那行程的状态有建立执行等待就绪死亡 记忆体分配有很多种策略你可以选用 MMU也有很多种 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分段分页了 好 那档案的输出录呢 就介绍基本的档案概念 还有它怎么用词去组合而成的 驱动程式是什么 这是输出录系统 那什么叫注册返向呼叫机制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十章 OK 好 那剩下的呢 为纳入书中的就不要讲 好 那所以我们先